OK 我們昨天在這邊報道的時候 我有看到網友留言講說要看一下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帶給大家看 這一次展區的主秀就是台上的這兩台 一紅一藍的Respecta 這輛車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玻璃貼黑了 第二個我們實在是找不到他們的人 他們車門真的沒辦法開 我們就簡單做外觀的介紹 還有等一下有一台還蠻酷的車子 可以帶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車頭 第一個也是很低扁的設計 就很跑格 其實這輛車設計起來 就是帶著濃濃的跑位下去設計的 那除了非常多的鍍鉻 然後車頭低矮 塑造出這種比較有輕濾的造型 然後你可以看到已經蓋了這些弧線 其實造型設計上都是以流線來進行設計的 那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慢慢了解 這輛車它其實第一個是動感 第二個就是它的質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我剛剛說的 不管是它的燈組吧 或者說 你看這燈組也都是LED的設計 對 所以其實 然後這車頭也亮輕輕的 那帶到車側呢 車側來說 誒 鋁圈雙色的 然後也是表面也經過拋光 那整個把手也 也全部都是鍍鉻的設計 非常的亮 非常的亮 尤其在這種轉場的燈打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這輛車的腰線 這樣看起來 然後再覺得它這個鍍鉻的窗框 其實是 看起來就非常有跑格的一輛車 那到車後更是誇張 怎麼說 它除了從這邊 車頂這樣一路下來 到車尾 你很少會看到轎車來說 它會有一個這麼誇張的 類似尾翼的這種設計 這個壓尾在 如果以四門車來講 這個算非常誇張的設計 燈組呢 燈組的部分 當然延續了 Hyundai 現在的這種家族理念 它會把左右都給連貫起來 當然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設計的排列方式 都很有科技感 然後下面呢 下面這個雙出的尾式管 也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做給你好看而已 這都是真的 那 像這一台呢 它是 Sport版本 那另外一台呢 其實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 它在寫 TGDI 所以這樣你就知道 它有動力 嘿 那它大概是 搭載1.6升的引擎 然後搭配7速的 這個雙離合器的變速駕 所以這輛車 嗯 感覺起來 開起來 我們感覺啦 因為 Hyundai 現在它們底盤科技 其實也 進步到蠻厲害的 然後再加上它們車體剛性 像大家如果 試過 New Elantra 就知道 它的車體剛性非常強的 所以我們 對於這輛車 其實也是蠻感好奇的 好 那再來呢 其實就要帶大家來看 欸 剛好 車名秀過來了 The Fale Red 這一台概念車 你可以看 哇這輛車 它的車場其實是相當可觀的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也 有個4米8 起碼有個4米8 那你可以看到兩扇門 這是很標準的 所謂現在 非常夯的這種 四門GT 那當然因為概念車的關係 所以它裡面 除了 呃 試做設定 然後很簡約的這種設計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沒有太多的什麼按鈕啊 那些東西 就是很簡約的設計 車尾 造型其實非常動感 而且車寬也是蠻可觀的 那 至於你說這輛車 什麼時候才會量產 我很肯定只能跟你講 不知道 但是 你可以想像 其實現在 大家可以看 不管是兄弟 不管是KIA 他們的設計團隊的功力 結合東西方的這些 工程師設計師下來 東西方的這種設計 文哲學都給它融合進去之中 你可以看到 現在兄弟他們設計 車輛的實力 其實非常厲害 你可以看到 我相信 你只要來現場 其實 就算不用來現場 我相信你在 目前文這個螢幕上看 你就可以知道這輛車真的很漂亮 對吧 OK 那 這一次有帶大家來兄弟看喔 OK 那就我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這一次概念車 還有新的Let's Fata 帶來的現場報導 OK 我們準備往下一個車廂走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 OK 好 掰掰